话虽这么说 但他终归是没有给人难堪 先把文绍安叫了起来 简单地问了几句 了解了他是因为给虞书做了从属小利 才耽误了学业 脸色多少好看了一些 方子静正犹豫 听了一会儿的司徒清兰 突然开口道 哎哥 我看这位文小公子诚意十足 您就收下他吧 眼前三个小辈求着 方子静总算是答应下来 留下话 让司徒清兰给文绍安讲一讲他的规矩 便牛脸回到了屋里 他一走 司徒清兰便拉着虞书说话 聊了几句闲话 又对文绍安交代了上课的日子 这才接过文绍安的拜师礼 与虞书告别 在方子静这里开了个好头 虞书带着文绍安找到了司马奎 如法炮制 司马奎比方子静的脾气要好得多 当即就同意文绍安回来上课 从观星台出来 文绍安就提起了他最早拜过的两位院士 一位是锦臣 早就卸任了去司天街 一位是风水科的齐院士 一位则是算数科的韩文广 他本意是拜见另外两位 即便不能重头门下 也不好施了礼节 但是虞书一听那两个人的名号 便皱起了眉头 文绍安这些日子 也学会了看人脸色 见状 忙问他有什么不妥 虞书没有瞒着他 走在了无人的罩壁底下 直言道 我一开始就到太史书院 就去拜了那位齐院士 结果被他拒之门外 另一位韩院士 与我梁子就大了 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 我考过大研士名列前茅 家里被我庆功 在忘金楼宴席 结果韩文广派了几个弟子 前去挑衅 被我羞辱了一通 至于齐院士 他正好因为与韩文广交好 才对我不假颜色的 都是老皇帝了 翻起来没意思 假使文绍安是他的寻常朋友 他也没道理管他这些来往 但是他是自己的属下 发誓要给他卖命的小弟 那就不能行了 他这个人是眼里揉不进沙子 文绍安为他是马首是瞻 听过他的说法 便不再提去拜见齐院士 和韩文广的话 虞叔等了两天 不见薛瑞从凤华府回来 却被警臣找上门 告知了他一个 坏得不能再坏的消息 赵庆皇帝 要张贴黄榜 通缉画像上的人 他已经等不及 要将威胁到 他大安江山的设计的 逆贼一网打尽 所以选用了这么一个直接有效的方法寻人 黄榜通缉是与平常官府发放的通缉榜文大不相同 这是皇帝亲自下令捉拿 动辄便是举国范围内的搜寻 如此非常手段 除非是遇上最大恶极的凶人 否则一般情况下 朝廷不会这么兴师动众 于是薛家的那个徐总管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已经成了朝廷要饭 皇上昨日就下了令 他不放心交给别人去办 便以太史书院几状凶案为名目 委派了大理四亲 郭怀安 将我那幅画像交给他 找来了十几个画工 连夜林苗 秘密地送往了四边的县州 醉迟两天之后 安陵城中就会遍布黄榜 景臣说到这些 眉毛是一直拢着 于书听得是心惊肉跳 煞时间想到了很多 薛府的那个总管 不是个普通的下人 见过他的人一定很多 接受这件事的人 是大理四亲郭怀安 他是薛瑞的顶头上司 谁知道他见没见过徐总管 恐怕不等黄榜张榜出来 就有人举发薛家 他是不是该庆幸 皇上顾忌到景臣大安货子的身份 没有以逆贼的名目 通缉画像上的人吗 他该怎么办 事情看起来 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难不成 他要现在跑到薛家去找薛相 告诉他 你家里的总管 就要被皇上当成了逆贼通缉了 你们赶紧收拾收拾包袱 跑路吧 用头皮想想 就知道这根本不可能 先不说薛瑞的祖父会不会相信他的话 万一景臣在建叶城遭人毒杀 还有太史书院那几条人命 真是薛家派人干的呢 他去给薛灵南通风报信 岂不是上门找死去了 于书愣在那 两只眼睛发直 景臣过了一会儿 不见他回话 看到他六神无主的样子 心里是说不上的滋味 只能想方设法地宽慰他 或许没你想得那么严重 就算抓到了那个徐总管 也不能断定薛家谋逆 此事 还有大理寺详查过后 才能定夺的 于书苦笑着摇了摇头 有些话不能对景臣说 他一连三个晚上 每晚都用获释法则给薛瑞断货 一直推算到了几十日后 结果遇上了难得一见的盲区 这是获释法则的弊端 明明眼看着薛瑞家就要大货临头 他却算不出薛瑞身上有什么货事 这就说明薛瑞将要遇上的 是他不曾记录在那本 生死簿上的一种货事 照情况来看 无非是谋逆与株连 自古牵扯到了谋逆罪 即便是皇子王孙也难逃一死 这是株连九族的大货 他坠坠不安地看着景臣 想到薛瑞可能面临的死局 脑子里面冒出了一个不该有的主意 他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 你 你能不能现在就去进宫啊 告诉皇上 说你又想起一些事 是你以前记混了 不是画像上的人害你 你只是在被人追杀的途中 见过那人一面 景臣的神情有一瞬间是难以置信 他清亮乌黑的瞳孔 微微地缩圆了 这让他看上去既惊讶又显得茫然 虞书说出来后就觉得自己过分了 他只是一心不想让薛瑞遭难 却没有设身处地地为景臣考虑 站在他的立场上 当初被人银针埋血 重伤到了几乎丧命 失意失语之痛 换成是他 绝不会放过凶手 他现在要求景臣进宫去翻供 实在是强人所难 对不起 这一声道歉 却是出自景臣的口中 他从惊讶中缓过神 对虞书摇了摇头 低声道 我不能这么做 你忘了吗 害我的人 也许正是要杀你的人 绝对不能放过他们 虞书只觉得心里有些发紧 哪怕早就看淡了 与景臣过去的那段感情 他还是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他在景臣心中的分量 我不是说要放过他们 我的意思是 景臣不把他的话听完 就站起身摆出了一副拒绝的姿态 他神情冷宁 语气更是罕见的强硬 你不要犹说我 这件事我不会听你的 我可以答应你 帮你进宫打探消息 但不能帮你说谎 你有没有想过 太史书院死掉的那两个女学生 他们何其无辜 你只想到了你的义兄安危 有没有想过你自己 有没有想过为你做了替死鬼的人呢 这是自从两个人分道扬镳以后 景臣第一次对于书说重话 见过了人间冷暖 他已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呆子 他有他的是非曲直 黑白道理 虞书的脸色难看极了 但他自觉理亏 不去与景臣辩驳 眼看此路不通 只好放弃 我先回去了 有消息再来告诉你 景臣大概是害怕虞书再来说服他 不敢多留 不等虞书张口送客 就急急忙忙的走了 他走了以后 虞书干坐了半个时辰 等到月上中天 他才抹了一把脸 回房去叫下人烧水沐浴 从头到脚清洗了一遍 喝下了半壶的浓茶 强迫头脑冷静了下来 到了害时夜深人静 他关起房门 取出了小清炉 焚了一枚啼壶香 用他那用灌了六瑶铜钱 专心致志的为薛瑞补卦 六瑶奇述是 求近不求远 问详不问略 问补人士 咬之谣眼 不然是无踪下手 事故早在他发现 或是法则算不出薛瑞的福祸时 不能立即焚香问补 而是等到景臣带来 确切的消息之后 才动用啼壶香 就这样 一直补到了窗外的尘摆 月落日出 主人 该起了 门外有人亲扣房门 于叔没有理会 他手边散落了几枚摇钱 一手握着风干的毛笔 出神的盯着草纸上凌乱的摇树 变换做胸疾 结果 渐渐的清明起来 他闭上了酸涩的眼睛 脑袋里是嗡嗡作响 很糟 非常糟 按照他的推算 张贴黄榜之后 薛家没能逃过一劫 薛瑞身上有牢狱之灾 祸在旦夕 而且有无鬼在旁 小人作祟 难见一现的生机 于叔可以想象 薛家满门老小入狱 多少人等着落井下石 被卷进了谋逆案中 几乎是预判了死刑 诸连九族的祸事 谁敢沾扔 莫说是出手相助 怕是恨不得撇个干净吧 最后一缕醍醐香分尽 那清新的香气 似乎是无孔不入 于叔闭着眼 贪婪地吸食着 这让人清醒的气味 再睁开眼睛 黑白分明的毛子里 便多了一圈发亮的光滑 一扫先前的腿肺 在这一刻 他有了决意 十月十五这一天 一大早就挑着扁担 出门做买卖的小贩 路过衙门口 发现了不少人 聚在了告示牌子底下 指指点点地议论着什么 好奇地走进一桥 那悬着的高高的木牌上 不知何时贴上了一张 镶了黄边的榜文 耳边听到了有人说 看 这是朝廷通缉的药犯 上头说他杀了好几条人命 谁能逮着他 送到衙门去领一百两黄金呢 小贩不识字 一边扎蛇 一边盯着半左边的人像 那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 阔刀眉 细长脸 嘴上还有两道小胡子 黄榜贴刚刚贴出来 就有一个人认出了画像上的这个朝廷要饭 此人正好是宁王府上门客 一发现这等大事 二话不说就直奔了宁王府 不得了了啊 薛相府里的二总管 居然是皇上下令要通缉的罪犯 刘浩这会儿正在王府 哪儿也没去 本来今儿是十五有朝会 但是中秋节后 皇上解了他的禁足令 却没有开口让他回到朝堂上去 他便只好憋屈着 刘浩听到这个消息 大愣之后便是大笑 哈哈哈哈 然后大手一挥 赏了此人一定金元宝 掉头就去和兴富商量着如何操作 就凭着刘浩与生俱来的政治敏诀 皇帝突然发黄榜通缉犯人 事先意的正照都没有 可见封生锦那犯人绝不可能只是杀了几个人这么简单 此事大有文章 印王府颇有两个谋略出众的幕僚 当即就给刘浩出了几个绝妙的主意 当中有一个先下手为强 最合刘浩的心意 薛府的二总管不是寻常人 安临城里认得他的人大有人在 所以这一会儿半会儿没人敢去揭发 这个功劳 印王不好不抢 他门下的人也不行 得找个最合适的人去 这个人是谁呢 印王的表兄弟 尹相府的三公子 玉林军左副统领尹元荣 让尹元荣去有两个好处 这一来嘛尹元荣是与林军统领 那是皇上的禁军 他可以直接带兵去薛府抓人 这动静越大 对薛家就越不利 二来 人抓过来肯定要审 刑部都是薛灵南的人 为了避嫌 肯定会交由大理寺去办案 大理寺亲郭桓安是个油盐不敬的主 要想得到第一手消息 就必须有人参与进去 尹元荣如果是第一时间抓了人 总能想方设法的参与下 三来 虽是表兄弟 但众所周知 尹元荣和宁王府走动的不情 事发后 别人不会往刘昊的头上下 于是刘昊立即吩咐下去 速去打听 元荣这会儿在哪 派个脸生的接了黄榜去寻他 务必要让他带着人手去薛府抓人 尹元荣就算不想沾着麻烦 遇上了人拿着黄榜去告他 总不好视而不见 那是藐视黄命 黄榜在安陵城各个闹事布告 出去不到一个时辰 就由一小队的宇灵军赶到了薛府的门前 宇灵军左腹同尹元荣 搬着一张脸领头 叩门而入 薛灵男刚刚从宫中回来 为了今天早朝上发生的那点事 心气而不顺 就在花园里游走散心 为了争取出征窝国的领兵大权 几个武将在早朝上是斗得是脸红脖子粗 左相一派今天表了态 重提由东亲王带兵一事 皇上看起来是犹豫不决 其实已经不耐烦了 薛灵男对于是不是东亲王领兵不置可否 这件事他与薛瑞私下讨论过 祖孙两个人都以为时机不到 现在就派兵攻打窝国 并非明智之举 老爷 老爷 老爷出事了 一声低喊 打断了薛灵男的思路 他背着手转过身 就见一向稳重的老管家 正从花池那头向他跑来 我是 慌慌张张啊 老管家年纪大了 停下喘口气 忙着禀报 雨林军上门来抓人 他们拿了黄榜 说咱们府上的徐力 是皇上下令要捉拿的朝廷要饭 老奴把人稳住了 您赶紧到前头瞧瞧去吧 薛灵男听得是一头雾水 什么 朝廷要饭 什么黄榜 老管家急得是上火 说不清楚 薛灵男只好满心怀疑的 赶到了前厅 转过回廊 老远就看见 大厅门前的涌道上 站着十几名造衣红甲的禁军 为首的那个人身穿一件银色软甲 头戴充云罐 一张血气方刚的年轻脸孔 竟是尹家的老三 薛老上说 尹元荣因为被逼无奈找上门 表情有些臭臭的 他冲着薛灵男拱手 行的是简洁的军礼 喊的是上书 而不是相爷 六部当中 只有兵部和吏部 保存了上书一支 其余的四部 都是以左右侍郎为首 尹元荣的祖父尹天后 是吏部的上书 薛灵男则是兵部的上书 薛灵男一听到他的称呼 就知道来人是要公事公办 于是就神情严肃地问道 不知尹统领带人到我府上抓人 是何缘故 尹元荣不说废话 直接将手中的黄榜一扬道 这是清早公布出去的黄榜 您自己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